大家好 欢迎收看七星狂新闻第三集寒假特别篇本集 耗资千亿首度与七星战士联名合作推出芯片头取 打魔杖 一刷了三刀啊 放手 本集由七星儿童新乐园冠名赞助播出 寒假期间推出午后入园优惠并赠送时尚华丽 新闻的开头我们就一起看看期末考后寒假前学校安排了哪些活动吧 首先是火锅日 大考过后冷冷的天能吃到暖心火锅真的是每个孩子心灵的一危 并借此让孩子做中学分工合作 有人负责洗菜 有人负责切菜 负责切菜 还有人负责试吃 我们是试吃人 试吃人 此外孩子们还研究出独步全球的最新烹调方法 他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这种创新的主法 是用瞬间的高温锁住肉片的原味 每片肉片连在一起咬在口中仿佛猪之手 牵着手在草原般快乐的奔跑 小小年纪有如此细腻的思维酒思优秀 此外还有葱抓饼与水饺等特色美食展现出台湾的B级美食与在地文化 如此一个用心烹调的料理无非是要让孩子们每口都感受到学校赋予的爱和温暖 接近食物的力量唯有美食与爱是不可辜负的幸福印记 老师帮我们评比一下口感 还蛮好吃的 你就还没吃了 再来吃饱喝足后就跟着老师动词动体育组期末规划一系列竞赛 包含首先登场的跳声 再来还有小朋友们最期待最热血的躲避球比赛 看着街球转身进攻行云流水气势万军的姿势绝对是超过一百分 此外我们也在球场上发现了武林奇才 看着曼妙的舞步就是结合啪拼与布雷可音的元素 最后为大家带来的是节夜市上的赠春莲莫宝活动 素有七星小忠硕之称的世松老师打起球来向林书好 写起书法向王羲之 能文能武骁勇善战御术临风铁汉柔情 说是教育界的李忠硕一点也不为过 最后最厉害的当然是我们大老板近传校长 手握银笔交龙匠 保战金墨斗士香 归豪满指凤飞舞 破墨请客接文章 由学校两大书法家共同致赠春莲与墨宝给学生和教职员 无非是放寒假迎接新年最大的礼物 最后狂新闻也祝福大家能有个充实美好的寒假与年节假期 最后喜欢我们的影片觉得94狂 记得按赞分享 想要看到更多影片 记得追踪粉丝团七星狂新闻 我们下次见啰拜拜 5 4 3 2 开 我的屁股开花了 OKOKOK 超帅 我的屁股 收工收工收工 I'm I'm